好的 欢迎回到石油杯 这场的话将就由闲来对上大鸟哥 闲哥的这个DJ也是1等1的强 好像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过这个闲的视频 今天可以来看一下 闲的开发能力很强的 很多人都是抄他作业的 讲道理啊 现在玩DJ的 10个里面至少七八个就直接抄他就完事了 也是大师级的存在 但今天两个大师对线 DJ打玛丽莎 这个队主我还没怎么看过 现在国内玛丽莎比较厉害的应该是大神贝贝 上次单吃我还 体育的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 好 回到队主 上来绿冲拼到相杀 点完轻角以后再来一个小跳 DJ有一个改变跳跃轨道的轻角 这很强的 对手就能够对空的反应时间要少很多 基本就只能防 哦呦 这跳进了下来直接选择指令头 绿冲过去重拳打到一个康 TC过去一波带走 有点快 大两个猛的 你不要给他智慧 你给到他还有一个智慧 你倒地你心里压力直接拉满 他猜得很准 然后对策又很好 来了 这里TC命中OD的勾拳进到墙角 你慌不慌我就你慌不慌 这边 哎 先直接抢 抢出来了 好 找到一个下段 打到一个康以后 马上再确认一个下中拳的追加 再跳一个正面 哎 你没法对的 你玛丽莎这个角色 你打不了DJ这个对空 哦呦 飞得很远 确实很远 走得也很远了 那弦这边是把握住这个机会 直接把伤害拉满 DJ这个角色的话 爆伤害的能力很高的 对比一下我玩的这个杰米 我这羡慕好吧 这边绿冲过来 清空气点完 这里直接两点清空气加一个C 再上来就打一个C 伤害其实有点低 估计是准备做一个推板加一个压齿身 看一下他下一步怎么做 直接绿冲过去 选了一个投者 投到了对手的一个 这罗马队 哦呦 一波过去 这把都是打空了 可以啊 这样赚大了 他有想好了 就是这一波C打完 先压你的斗气 两轮把你的这个斗气打到空 一波抬走的 但是这一波 马力亚站起来 手上是有斗气有这个能量的 再打一会的话 今天也会有 直接冲过去 下中拳抓到了 这里 绿冲再一拳 哇 这个翻盘 真正的一拳猛男 这绿冲过去下中拳抓到一个康 直接要你命 你用直跳来对策我的绿冲 你考虑清楚了吧 下中拳过来一个确反康 然后可以再绿圈过去接一个中拳 一波直接推进墙角 推进墙角为事就结束了 玛丽莎最后就有一个下中拳加一个蹦放 把你顶上墙就无解 直接来到调子 再来挂篮 玩命扣 这边好架好架 玛丽莎虽然架完以后 伤害不算很高 但是你把他送进墙角这件事情 对手肯定慌 这绿冲以后做了一个换边 发一下波缓一下 这边还来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对策 其实闲那边胆子大一点 往前走一步点个清空之对手也就点掉了 我现在打把雷莎就是了 我感觉他要出这个灌篮 我就直接往前走点两下清空之 对空我对不了 这一下真对不了 听过我反复研究啊 哪怕说你说逆向深 这玩意也不好深 最好的办法还是跳骰起 这边是可以斩掉的 要关板边这个课题真的太难做了 现在主要是因为板边的进攻太强了 你说要是再把这个对空做得特别稳定的话 那在板边坐牢的那个人是真的一辈子都出不去的 你还是得给他一点出去的空间 绿冲的清空之点中了 DJ这里先攻没有选择做投则 哎呦假动作然后再派上一个下段坏了 我硬顶 点完以后直接找你抢招 他知道这个清空之点完以后对手会抢 举个盾就冲过去了 很吓人 很拼 往后拉一波 中拳跳中角出来以后 中了顶硬顶 没有把对手斗士顶完 再挂个蓝 过去 好了最后顶到了 这边再带一个CA把你送进墙角 墙角以后纠结了考试 闲那边只留给他一个选项 就是凹凹CA CA什么时候凹 要不要凹对手肯定会冲过来 假动作先骗你一下 给对手一种心理暗示 他还是摇了 钱好坏好坏在那边下潜下潜下潜 一直给对手看我再冲CA 这边疯狂的 那这样大鸟哥也慌的呀 他不敢直接冲过去中拳按蹦 中拳直接按蹦的话 对手有可能会出CA 对吧 所以他决定就换一个方向 从别的角度去切入 结果还是被对手这个CA命中 做足了这个功课 买了很多的花板 上来被送进一个长角 闲哥闲哥闲哥 闲哥又没了闲哥 太痛了半管血 有这个神龙 我有再一拳过去 哦呦 离谱 离谱 大鸟哥的这个玛丽莎 他的进攻命中率特别的高 真的 没这个人挡得住 看别的玛丽莎 打好久破防 在那边酝酿很久 到了大鸟哥这里 邦邦两拳 你都防不住了 你根本不想防他 真的 因为他出那个指令头 盖率蛮高的 这边绿冲过去直接一个蹦上墙 也没有反应 不敢给反应 假招都不敢 在这个角色面前 你按一个假招试试 太痛苦了 where you going 好像是玛丽莎 他们那个英文版的 那个台词 绿冲的时候 where you going 追着别人跑 慢下来 你想想你在现实里 被这样一个身高两米的女巨人追着跑 你怕不怕 反正我怕 这边绿冲过来终枪命中 再来一个 tc停下来了 绿冲刹车 砸头 打完后以后 左阵蹬 右边腿 追对手的一个后跳 再砸点 砸完以后 过去 对手直接蹦过来 T3全让你防住了 但是两边都没斗吃的情况下 马力亚比你猛的多 我给你说 看一下 先那边往后拉一步想要打拆 tc打完停以后第一次点又抢 大鸟哥 大鸟哥 啊 没有凹中 死了 现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处理上面还不错了 他拿到一个先攻权 保持自己的一个有力加针 持续的打对手就行 大鸟哥就在想了什么点可以凹你 最后找了一个点凹出去没凹中 那没了 中球员这边 哇假动作取消 再点一个新攻击 电话很快 新攻击点完以后直接带c 接个c打完以后 大鸟哥手上斗气不多 爬起来会怎么做 罗马特这手有可能会投过来 直接按 大鸟哥选择防 中拳做真的 登完以后 过去往后一拉 这中拳没中 再来灌篮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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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扛不住 dj的这个绿冲超级快 那马丽莎这个角色的话 截绿冲没有什么好招的 只能赌命按加招 那因为dj这个绿冲特别快的一个原因啊 就他可以直接给你形成一个贴脸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上上脸来折一个头子 你不像其他的角色 他不敢直接绿冲过来直接投你的 投的情况很少 你按驾招没什么事的 但是这个dj就不一样 你真的一个绿冲过来就可以投了 中拳点刀乱动了 中拳压中续满 这边下段放倒 这罗马顿举完以后这一下又被折中了 再来指定投 砰死了 不用了还没看清发生什么 真的进到大脑克的节奏20秒的结束 没什么好说的 我起了我秒了 中拳打到这一下连招掉了 有点可惜 这边又被架到一个轻攻击 直接丢进墙角 坐牢 他直接凹 哇 这真的是要有这个胆量啊 你对上马丽莎这个角色 你凹空一次就直接死掉 就刚才那种血量死掉 被奔上墙了 上完墙以后没斗次了 好慌 对手这样一拳拳打过来就在打你斗次 我哪怕不中也无所谓 我就要打 弦那边就想抢一个进攻的节奏 这必须要抢就不抢就没有 但是抢了就会被对手的一个中拳打中 怎么办 对吧 像玛丽莎这种角色你中拳tc什么时候用 就是打对手斗次不多的时候 对手想要通过抢招去要一个节奏 那时候按的一斗就会吃 可以的 做正中东主草 对吧 大鸟哥盈狱局台下全是坏虎 好家伙 贤哥今天也尽力了 打玛丽莎这个角色真的 你一稍有不慎你进到墙角 你对上顶直的大鸟哥 你拿什么挡 挡不住 到神仙来都是一样的结果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